像透過這種大型語模型的訓練 你會發現 ChairGPT它是可以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那所以當你發現一個消息 會讓你覺得生氣的時候 記得去做查證 就比如說這個是 它在講說 這美國媒體報導 那美國哪個媒體 那這個媒體 你要真的連去那個網站 反正現在翻譯也是很容易啊 用Google小姐翻譯一下 你就會發現其實 很多都是利用翻譯的誤差 在製造 雙方的這個不信任 那當你發現查證 看到這個不一致的地方的時候 歡迎去做分享 職涯診所幫你一生都精彩 從新鮮到退休 Hello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Pola 最近內容策展的大主題 職場好好學 這集我們要學的是 如何辨別假訊息 今天的來賓是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 AI Labs創辦人杜益錦 請大家一起來聽她說 在生成是AI 輕易而且快速就能產出內容的 後真相時代 要如何用科技倫理來辨別假訊息呢 這集的聲音是我們近攝影棚拍攝 杜益錦先生人物影片的音檔 他當年就讀台大自公系的時候呢 曾經擔任過台大BBS站 燕林風情站的站長 然後他自己架設了PTT PTT的網路鄉民文化 也一直深度地影響台灣社會的發展 來聽這位PTT之父談假訊息 就顯得格外有意思了 他在美國微軟工作的時候呢 也是智慧型語音助理 Kotana亞太區研發總監 一起來聽聽AI專家杜益錦 如何看待世衛素養跟科技倫理 現在大家都知道 現在是生成是科技 單導的這個時代 一方面在創作的部分 其實它可以幫人去解決很多的問題 但是生成是科技在訊息傳遞的部分 它也在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大的危害 因為其實開始攻擊方已經利用這些生成是科技 來生成各種的這種虛假消息 那利用現在的這種社交媒體平台 因為社交媒體主要是以利為主 就可以大量的散播 以及影響一個地方的民主國家的選舉 比如說 那所以當我們在看到這個生成是科技 已經被用來像之前有一個五角大廈被扎的這個照片 立刻造成這個美國股市下滑的很久 那前一陣子其實有非常多的 不管是在這個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們其實發現俄羅斯在攻擊之前 就10%的這個推特上面講到烏克蘭的人 其實都是俄羅斯操作的這個帳號 這其實都是有非常明確的經驗 我們就知道就是說 當我們每個人都發現自己說不過TrackGPT的時候 生成是科技像TrackGPT這種 Mid Journey這種 它很自然而然就會被拿來作為生成 讓你覺得可以新的 我還記得在今年2月的時候 美國之音有訪問我 因為我之前是Microsoft的這個 Cartana的這個研發人員 他就說我對TrackGPT的看法 那其實TrackGPT在OpenAI跟Microsoft合作之前 Microsoft自己本身有做一個叫TAE 它也是一個聊天引擎 但是我們在一天之內就把它下架 並不是說它聊得不好 它聊得非常好 但它聊得非常好的問題是什麼 它會有仇恨 會有種族歧視 會有幻想的這個言論 我們要怎麼去面對它的法律上面的責任問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有了TAE之後 我們就開始意識到 其實科技倫理在未來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像透過這種大型語模型的訓練 你會發現TrackGPT它是可以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所以那時候美國之音採訪我 我講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之後這個Turn就在 不管是國內跟國外就被用了很多次 它其實就在講能工智慧大型語模型的 幻想的部分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解決 那甚至其實這種腦補幻想的部分 被拿攻擊者拿來作為認知作戰的工具 基本上所有人都沒有辦法抵抗 因為它講得太好 那這就像很像很多這種婆婆媽媽 為什麼她會買一些保健食品 這些保健食品是根本是不對的 但是她還是會買 就是因為這些推銷人員他們非常的誠懇 非常的認真 他們講得跟真的一樣 所以大家就會相信 因為人在相信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有一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其實以人工智慧 尤其是像在 卻GPT的這種大型語模型 我們在講Instra的GPT 它其實訓練卻GPT是 回答的方法跟態度 會讓人更相信 它並不是訓練這個大型語模型 它回答是有基於根據 而去做的回答 那以這種角度來講的話 以現在大型語模型 比如說像GPT 3.5 已經到達1751的參數 它的這則訓練的文本 跟它的語言模型的複雜度 其實是比人的大腦的神經語 還來得複雜 你如果說以這個來去做 來去做這個生成的話 基本上一般的人 如果說他沒有去做查證 都會去相信 那所以以AILAB我們在 其實在COVID的 從2020年開始我們就發現 這個生成式科技已經被用來做為公計 就是不管是影片的生成 或者是Diffel技術用來做影片的生成 或者是說這個NLP的技術 拿來做文本的生成 大型語模型來做文本的生成 其實在那時候就已經有了 那到現在是越來越氾濫 那所以我們在 在那時候跟國際的組織 尤其是在這個疫苗的 猶豫的這個題目上面 我們就是反過來用大型語模型 去大量的閱讀 所有的新聞媒體 跟所有的網絡上面的言論 那就越大量閱讀所有的新聞媒體 網絡上面的言論 再加上我們對每個帳號的行為的 一致性我們去做理解 我們其實是可以把一般的使用者 跟在網絡上的機器人 是可以把它分離出來 那我們藉由行為的理解 我們把機器人分離出來之後 我們就把這些 不管是機器人 或是受操控的這個公關帳號 分離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知道 比如說一組一組的公關帳號 他們在過去的行為模式 他們操作了哪些議題 攻擊了哪些人 怎麼去做攻擊的手法 我們就是可以把它分析出來 那在疫情的那段時期 大家如果記得台灣不是有這個 衛生子之亂嗎 台灣衛生子之亂 其實台灣是全世界第一個發生 然後再來日本 澳洲 然後到美國 其實我們就發現在疫情時候的訊息操作 很多都是台灣線發生 然後再一波一波 就好像一個聯誼一樣 就往國外去發生 以這樣子的結果 其實在很多國際的場所 大家就說台灣是 然後台灣是假消息的最前線 然後台灣是假消息最前線裡面 他又特別提到PTT是最主要的戰場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很自然而然 就是有很多的國際組織來找我們討論 說你PTT是一個開放透明的平台 那你又是假消息最主要的戰場 因為所有的假消息 不是說PTT造假 而是所有的假消息在其他平台會有的 也都會留到PTT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因為這個平台相對來講是透明開放的 所以我們好做觀察 那我們以這個觀察開始 再去觀察所有社交媒體平台的 輿論的操作狀況 那以這個角度我們就成立了Infodemic 其實Infodemic就是疫情時候 Pandemic是病毒的疫情 Infodemic就是疫情的時候 我們大家在講說 各種訊息在操作 我們怎麼去發掘它的操作內容的這個平台 那同樣的為了讓一般的使用者 比較容易接觸到我們 這個人工智慧新聞分析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個民音的APP 這是NIN 那大家都可以下載 就可以知道現在這個時候 台灣有發生哪些事情 那以這些事情有哪些訊息是有被協同操作的 就這些操作帳號我們把它叫做協同帳號 因為它並不是一般使用者的帳號 那這些協同帳號會有一些很有趣的明確特質嘛 就比如說會發現它什麼週一到週五三班 可能六日下午都是沒工作 那只有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攻擊跟上班時間 那像YouTube的操作有很多就是 一個禮拜就只有攻擊一次 那也有一些看到一些其他社交媒體 像Facebook Twitter的操作 它是一個禮拜也是有兩天的休息 但是它就是集中在一個小時內 比如說中午的時刻作為攻擊 那以這種方式我們可以很明確的 把這些帳號找出來之後 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有哪些議題其實是由公關公司 接受到sponsor之後在後面去做操作的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就是 可能在台灣的這個媒體跟數位數量 就開始大家要知道 所謂的後真相時代就是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用卓GPG去講出 一個很漂亮的論述 但這論述根本不存在 你在卓GPG上面問各個名人 他每個都可以講的頭頭是道 但是有很多都是假的 像現在講的頭頭是道的文章 很容易產生 所以不要看長篇大論 你們頭頭是道就以為它是真的 就是你還是要能夠去辨別 就是說其實我們發現 很多的這種操控性的文章 它是大概百分之八十多是真的 它就是裡面有幾句話 只有百分之是假的 你就會讓整件事情的觀感 一百八十度的改變 這樣的操作其實通常是很有效率 就是像比如說美國軍援台灣 美國軍援台灣其實它 軍援台灣無殘軍援之外 它是有就是可以讓台灣去貸款 那它就把它在訊息操作 它就把那部分稍微改一下 就變成美國強迫台灣貸款買武器 那其實這個就是會讓整個人民的 這個認知觀感就是改變 所以你剛講的其實就是數位素養的養成 數位素養的養成其實你可以看到所有操作的議題 它就是要讓你去憤怒 那憤怒就是會有你一些行為上面的改變 你要站出來做一些事情 所以有一個很基本的指標就是你 不管你在LINE或是Facebook或在PTE上面看到什麼消息 你覺得憤怒的時候 千萬不要直接轉發 先去查證 那查證你一定要很 detail的了解 這個訊息的來源是什麼 是不是可信任的管道來源 就比如說這個是它在講說 這美國媒體報導 那美國哪個媒體 那這個媒體你要真的連去那個網站 反正現在翻譯也是很容易啊 用Google小姐翻譯一下 你就會發現其實很多都是利用翻譯的複查 在製造雙方的這個不信任 那所以當你發現一個消息會讓你覺得生氣的時候 記得去做查證 那當你發現查證看到這個不一致的地方的時候 歡迎去做分享 因為所有的這種誤導消息一定就是 越多人去查證越多人去分享這個查證的結果 其實就會 大家知道訊息是一個戰場 所以有認知作戰 那認知作戰最好的防禦工程 其實除了像我們剛才能夠知道 我們可以自動知道這個訊息操作之外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有這種 數位素養以及這種查證查核的習慣 好的 在這短短10分鐘的音檔呢 相信大家對於後真相時代 認知作戰核心的數位素養跟科技倫理 都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囉 下一次呢 當我們看到令自己憤怒生氣的網路消息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先查證 如果有不一致的話 請記得分享出去來共同釐清 透過試讀跟判斷的過程 避免掉入假訊息的仇恨或幻想之中 我們下次見囉 如果您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給我們五顆星 並且留下好評 假如有更多的問題 歡迎到質疑診所的網站來發問 特別想聽什麼主題 請點擊節目資訊欄的連結投稿給我們 也邀請您訂閱追蹤 掌握最新的內容 我們下次見囉